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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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要拼着黑夜里的光 回到一夜去唱的向往 踏着生命之后不忘之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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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做这部剧并没有想把它做成 就是跟以往的很多古装剧一样 一定要做中国类乐器非常突出的这种歌曲或配乐 我是希望整个在气势和气质上能够比较大 比较磅礴的气势 然后也希望它比较洋气 整个华策音乐最希望的是用最好的音乐班底和最优秀的歌手 来给一部电视剧做好赋能的工作 用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导演和制片人对一个完整作品的要求 为什么会选定金大忠老师来作为我们的音乐总监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年轻化和国际化是我们首要考虑的两个目标之一 让我来搭乱这部剧的音乐制作之后 其实我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 大忠老师这次在音乐上是非常早就介入了 大家就会就音乐方面达成一些想法的一致吧 所以应该是大家一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就是有很多很棒的音乐出来 要打板吗 不用 剪这首歌呢是这部剧里很重要的一首情歌 也是咱们的片尾曲 那个时候制片人和导演包括我自己 都不约而同的希望让周深来演唱 可见周深的Vocal在我们国内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按照周深的风格和声音去量身定做的 但又呢稍稍增加了一点难度 把音域做得更宽一点 稍微让他觉得有一点点挑战 我自己觉得这样是我录过最OST的一首OST歌 我觉得就这首歌就画面感很强 我相信听到的时候 大家哪怕只是听到这首歌 一定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画面感 对对对对 perfect 我在棚里跟他配唱的时候呢 也是一边写一边录这样 一点一点的录出来的 但其实效果是很好的 特别好 OK了 就是很开心能够跟大周老师合作 来 杨小金啊 其实有时候一些乐器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亲自去录 比如吉他 贝斯啊 一些合声器 甚至鼓的部分 可能我自己不是那种 对每一个乐器都手上公布很厉害的乐手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感觉上或者说味道上的东西呢 如果自己有能力去自己演绎的话 其实可以更多的保留自己编曲设计上的一些味道的 所谓的这种multi instrument player的概念呢也是我一直比较倡导的 其实我们这部戏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 我希望成为女子力的一部代表作吧 最开始呢其实就已经写出了《光的方向》这首歌的旋律部分 是一首比较热血励志的感觉的歌 但是呢有点担心制片方是不是能够接受 所以我是希望也有一首歌能够有那个力量的感觉 但其实《光的方向》更主要的是就是有关信仰人性 是都有的吧 不忘痴狂的话它可以包含爱情 因为我Demo这种唱的我这唱起来会比较有口感 不忘痴狂陪你疯狂 我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很坚定的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阔府成舟的无论遇到任何状况也好 困难也好还是要一直向前的这样的一种很激进的一种情绪 在《玄运》的编配部分呢 我也是尽量的避开了常规的那种编配手法 把弦域更多的当成一个和主唱和主旋律互动的一种功能 一问一答的感觉 这首歌呢我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跳出来了中世纪昌诗班的画面 还有阿尔兰丰迪和少迪的旋律和感觉 所以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实现在编曲里面 我们这次有幸的邀请来了美国的埃里克瑞格达 来录制我们的少迪和风迪 他是我心目中的大神 大家熟知的泰坦尼克号勇敢的星 那些很有代表性的阿尔兰元素的吹奏 就是他录的 也成为了有门的经典 《若贵来》这首歌呢 其实是唱出了长歌的历程 当时为了更好的创作上的启发和灵感 我也特意去了横店的片场 去感受了一下那个氛围 挡起来 这首歌的小样当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歌 我们在这首歌的创作初期就已经设定了 它一定是一首充满悲壮感 甚至有绝望感 但又是能够映射出正确的人生价值的这样一种感觉的歌 我没有把它当作一首古风歌曲在写 使用了一些电子的元素 只不过就是它在旋律构成上还是有一点点中国的味道在里面 这首歌的曲其实是一气呵成的 但是歌词其实卡了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把所有的长歌性的漫画全部都看了两遍 去找自己跟剧中人物每个人物的连接 去想象如果自己是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几首歌的歌词 世间本无相 所以这首歌里面我用到了有关无相这个概念 编曲上我会做大的感觉 因为我3D感觉 一个名字的原曲 在编曲上除了突出相对比较大气澎湃的弦乐之外 会涉及到一些类似007的感觉的其他的音色在里面 《长歌星》这部剧它本身不是一部比较常规的服装剧 所以完全不用用那种比较常规的中国风的手法去做 更多的是突出一种比较悲壮空灵的感觉 那种emotional的氛围感 在录音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彼此都给对方 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我们要个 因为我们俩可能对音乐都非常有一个高的要求吧 所以很喜欢金达州老师对音乐的态度 前面我们是近的时候还是比较轻的 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面就直接就炸开了 特别好 koron我想平均的表现 com.ists van 人间无常 大王旅长 非欢容 熬 Mes Koron Ой yorum af 《落沙》这首歌 其实原本只是我在写配乐的时候 写了一条人生哼唱的 这样一个主旋律的配乐 后来当我看到有一场戏 长歌的徒弟叫阿豆 也是长歌出逃以后身边最亲近的人 他是一个为了能成为自己 所谓真正的大将军 勇敢去奋斗的小孩子 最后在塑州城门下 被阿什那部雄狮的人一刀刺死 这个时候长歌在城门上是亲眼目睹的 但是又没有办法下去帮助他去救他 就只能眼睁睁地这样看到 最亲的人活活地牺牲了 如果用歌手演唱的形式去体现 会更加能沉透出 当时当下情感的爆发点 最后把这种配乐变成了一首 大家现在听到的歌曲 《金文奇》在这首歌的演唱表现上也相当的到位 最后效果的呈现还是很出乎意料的好 这首歌呢我觉得第一次听Demo的时候就很期盼了 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角色而创作的一首歌 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个角色出场的时候 或者在里面受到挫折的时候 这首音乐应该想起来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贴剧 而且贴角色的一首歌 因为刘雨宁的《声线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包括她比较擅长的情歌类型 而且她在这个剧中的角色还是很出彩的 整个人物的弧线都非常明显 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所以她唱的那首歌非常符合她在这个剧中的角色 我知道这首歌是我人物的这个贴我自己人物的 为我这个人物专门写的一首歌 我就觉得哇那你太棒了 我还怕被孤单去放逐 在天空飞舞 只要你能够幸福 金大珠老师因为我看过合作好几首歌一样 然后我觉得她比较懂我 她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擅长什么 我适合什么 然后所以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也是很顺利 也很愉快 然后我跟她合作也很开心 因为她真的懂这个歌手 她的长处是什么 其实整个BGI梦的部分 我们使用了大量的人生元素 包括一些情感部分的人生亨鸣 还有一些各种不同地域的民主原生态的人生的元素 特别是前期水和阿斯烈布的人出场的时候 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种比较原始狂野的感觉 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剧有不一样的世界观 以及增加人物的标签性 这次也特意邀请了来自西班牙的歌手Tina Ross 给我们录了很多完全不一样感觉的人生素材 其实《长歌行》这部剧相对于别的古装剧来说 在音乐上其实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去玩的 特别是针对阿斯烈布的音乐 加上导演本身对这部剧的音乐定义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原生态元素 反而不喜欢太传统的所谓的中国风 或者是那种好莱坞的modern epic的风格 所以当导演早期提出这样的想法之后 我也是特别的激动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有更多的空间去尝试和玩不一样的音乐元素 这次除了融入了一些卡尔特音乐的元素 比如阿尔兰丰迪 少迪 我就特意去研究和购买了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古老的民族乐器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 比如有Budzuki 来自希腊的类似曼陀宁的乐器 也有Taka Harper 中文叫做马尾琴 是一个来自北欧的古乐器 有点类似蒙古的马头琴 也有Hudiguli 中文叫做手摇风琴 这个乐器在近几年的一些欧美影视配乐里 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这种乐器基本是现在的Midi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因为这种民族乐器 其实真的是必须要自己真正地去弹出来 才有最原始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在给不同的影视剧作曲的同时 也是一个让自己学习和接受新东西的机会 正值得了 这种活动是应该是有的 职能行的 请不吝点赞 gin 赞混音 也赞 给发生师 我先不吝点赞 别人 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